我是大媽Jo 我是負責飛機起落架的維修 我是Joanne細媽 我是負責飛機發動機的維修 大媽元宇熙Jo 細媽元宇欣Joanne 他們因為小時候已經坐不定 加上經常在家看爸爸舅父DIY 於是對機械產生了興趣 十年前他們兩個中學會考之後 入讀VTC的青年學院 汽車科技文憑課程 後來香港飛機工程公司 去到學校請人 當年他們因為覺得挺好玩 就應徵了 結果成功成為了飛機建築維修員 說到好玩 除了關乎興趣 還因為他們是非常相似的媽女 不但外貌聲線相似 連打扮都一模一樣 所以鬧出很多笑話 我說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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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剛入職的時候 因為以前有一隻747 國泰有一隻N展的型號 因為要爬進去才能做得到 整個人進去 不像現在那些很先進 可以開設 即是在外圍做 有一次我是那個工程師 在香港說 因為他們叫我們做阿妹 因為她多數分不到大小貓 然後她說阿妹 你進去和我 進去那個引擎 不知道是甚麼 然後我已經進去 然後她就無緣 她是後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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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換屋還是甚麼 阿妹 我剛才叫你在引擎中 做事 你為甚麼在換屋 然後我聽到她又不回答她 很壞 她又不回答她 然後我突然跌過頭出來 我說 怎麼了 我有啊 我在做事 那個是姐姐 你剛才叫她換屋 媽媽的 我最好笑的是這個 還有一個是 上次也剛巧一起做事 幫外勤他們的支持 我們剛巧也有兩個 一起去做飛機 我是一直在做事 然後因為飛機到最後的位 都是屬於引擎的 它是很大的升降台 這樣下來 那個外勤的工程師 就在腳上走過來 然後我一邊在做事 我一邊在做事 我一邊在做事 然後她又見到 為甚麼這麼快 那邊在下降 然後我這樣看 然後我說 神經病 為甚麼沒有人在我前面跑 為甚麼你這麼快 在那邊下降 然後我就問她 那時的超級機器 然後她說 我想問一下 為甚麼她這麼快 在那邊下降 我明明沒有人在我前面跑 然後她說 不好意思 她們是媽媽的 對於她們經常說 你們是不能回夜船 因為實在太害怕了 晚上見到你們兩個 真的很害怕 她們性格開朗 但是工作的時候 都會很認真 我最記得我進來的時候 我師傅跟我說 她說 你做甚麼 你可能做辦公室 寫了一張字 或者甚麼 你可以打過那份電郵 或者你做過所有事情 但是 你做飛機這一行 你沒有責任心 以整車為例 可能你跪低 只不過是在馬路上 但是你飛機 可能你裝在一顆螺絲 你一無便是沒有的 我認為 車和飛機最大分別 我覺得 責任心要很大 就是你要知道 幾百條人命在你手 你們做乘客 或者甚麼 可能只見到 機師 空中服務員 我經常都這樣說 可能我們是被大家遺忘的群 但是 我經常覺得 沒有飛機維修 你是沒有飛機搭 就是辛苦 辛苦了一大量 這些天氣 非常熱 然後又下雨 然後又凍到一兩度 但是當你經歷完這些事情 辛苦了一大量之後 你看著飛機出廠 然後交給客戶 那些滿足感 是你其他工作 我肯定是穩定的 是真的 是一定的